关爱乐龄办事处属下的义工培训中心 今天正式开幕 关爱乐龄大使今年已经透过全岛各处的 乐龄支援网络 鼓励超过55000名年长者过活跃健康生活 来看记者李仪华的报道 辉生部长严金勇上午为设在国家发展部 大楼内的关爱乐龄办事处义工培训中心 主持开幕礼 中心自今年1月开始 已培训超过1700名关爱乐龄大使 他们需完成12小时的课程 学习如何与年长者沟通 了解政府为年长者制定的政策与辅助计划 我们学到了政府所为我们年长者所计划的 计划的补助津贴还有资源 然后也是让我们学到怎么与我们的年长者有效的沟通 我们可以在学到了之后可以就是先学先买 然后直接就可以解释给他们说 这个是什么今天你们可以用这个 然后还有什么活动你们可以参与 我们这些训练就会告诉他们一些 平时他们会碰到的一些问题 然后我们尽量在课室里面教他们怎么处理 当我们的年长得对我们有信心的时候 他们就会更愿意告诉我们他们的家庭情况 关爱乐龄大使目前已拜访了42万名65岁及以上年长者 帮助他们了解终身健保等相关政策 乐龄支援网络也正按计划在2020年以前扩展至全岛 协助年长者在社区原地养老保释身心健康 七千以上的年长者已经参加了身体检查 此外我们也很高兴得到许多社区伙伴的支持 比如现在在每两个社区当中 就已经有一个社区已有了活跃热龄的活动 隶属卫生部互联中心旗下的关爱乐龄办事处 共有3000名义工和20名培训人员 办事处计划今年把义工人数增加10%至3300名